濕疹是否一定要戒口呢? 西医很强调小朋友均衡饮食 应戒則戒不应繁戒或者不应乱戒口 或者戒得很清等等 这些都是对病人没有帮助 我们要强调濕疹的原因、成因 都是有一个遗传的因素 和一个环境的因素 如果环境的因素牵涉到某些食物致敏 那当然要小心避掉那些食物 一般婴幼儿都不会有食物敏感 只是有小部分对蛋类和配方类的奶粉 会有敏感的情况 而这些敏感大部分也随着小朋友的长大而消失 但反而年纪较大的小朋友 开始接触到不同的食物 特别是海产类,比如鱼、蝦、蟹 和背壳类的食物 就会引起敏感 而这类的敏感也不会因为成长而消失 如果这种是一个真正重要的致敏源 戒了那些食物 就真的会大大地改善到濕疹 但是大部分儿童濕疹的致敏源 都不是在食物上 因为戒口戒得很清,吃得很清 所以有些家长就会吃很多所谓寶品 吃寶品要很小心 尤其幼儿,尤其是不应该乱进寶 一个均衡饮食的小朋友 无需额外地吃一些所谓寶的东西 为什么戒口不改善濕疹呢? 就是因为食物本无害 戒口亦非鱼 本来无关系 大部分都无关系 何必惹愁哀呢? 何必家长因为戒得很清 又怕营养不良 而引致很多不开心的情况呢?